张良出生就是韩国的贵族 他的祖先都是辅佐韩王 如果没有意外 张良也有可能会辅佐韩王 但是张良的韩国 在他19岁左右就被灭了 张良瞬间从韩国贵族变成了平民 所以张良对于秦始皇可是非常怨恨 国破家王的张良当然想要复仇 所以张良善尽家产 雇佣杀手 还特别给杀手制作专武 是一颗超大铁球 张良决定在薄浪杀刺杀秦始皇 薄浪杀的地形 非常的陡峭 必须要减速才能通过 因为车速变慢才能方便命中 而且旁边还有很多的芦苇可以藏身 行刺完毕还能方便逃跑 因为秦王之前已经有被荆轲刺杀的经验 所以秦王早就做好了万全准备 秦王出城不是只有一架马车 秦王出城是一整个大车队 张良随便选了一辆马车 大力士也完成了这次的击杀 里面的人确实挂了 但是挂的人却不是秦王 只是秦王的一个替身 张良刺杀失败之后 为了逃避秦始皇的通气 所以隐姓埋名回到下批 张良在下批遇到了两个人 第一位就是因为杀人被通气的相伯 此书并没有写相伯为何杀人 只有写张良帮助相伯躲了起来 张良因为帮助相伯 让之后的楚汉相征历史改谢 另一位则是桥上的皇室老人 张良有天在下批的桥上散步 就遇到了全身脏兮兮的老人 老人直接把自己的鞋子丢到桥下 还要张良把鞋子捡回来给他 张良刚刚刺杀秦始皇失败 正想揍这个没礼貌的老人 但是张良看老人年纪大 所以就把老人的鞋拿回来 张良选择退一步海阔天空 但是老人又说了一句 帮我穿鞋 张良一定觉得这老人没被揍过 张良经过反复思考 最后还是决定帮老人穿鞋 最后老人决定和张良 在五日之后到桥上相会 结果张良比老人还晚到 老人要张良过五天再来 五天之后张良又比老人晚到 老人又要张良五天后再来 结果这次张良半夜就堵在桥上 老人果然不久就来了 张良因此拿到一本江太公的兵法 张良苦读十多年后终于等到机会 刚好成胜五广起义 张良开始组织自己的小小势力 但是规模只有100多人 如果要活在战乱的时代 实力弱小的就必须依附其他势力 所以张良打算投靠楚王 因为楚王是当时实力最大的 顺带一提这位是秦朝末年的第三代楚王 因为前面两代楚王已经挂了 张良在刘帝遇到了两个人 第一个是刘邦 当时刘邦已经宰了沛县的县长 所以被称为佩公 本来刘邦打算壮大自己的势力 但是老朝已经被另一批义军给吞了 刘邦的实力打不赢其他义军 更打不赢政府的秦国军队 所以刘邦也打算投靠当时最强的楚王 张良遇到另一个是韩城 韩城是原本韩国的贵族 所以韩城非常适合拿来复国 张良虽然投靠不同的人 但是张良却是一心想着恢复韩国 他们就打算一起投靠楚王 但是走到一半被其他人通知 楚王被项羽干掉了 他们觉得项羽这条大腿比较粗壮 所以张良一行人开始加入项羽的麾下 旧的楚王被项羽干掉 然后项羽就立了自己人当第四代楚王 此时项羽的势力已经非常的强大 而且原本的六国也纷纷的复国 只剩下韩国还没有成功复国 如果立了韩王就可以多一个反秦势力 所以张良求项羽把韩城封为韩王 张良终于完成他的复国大业 张良决定要辅佐韩王 所以张良开始跟刘邦道别 之后第四代楚王提议 谁先攻破首都 咸阳谁就是下一任天下共主 最后只有刘邦跟项羽接受提议 刘邦和项羽各自领兵 往咸阳出发 比较衰的是项羽碰到了秦军主力 刘邦则是没有遇到太大阻碍 刘邦还顺便经过张良辅佐的韩国 还是熟悉的韩国最对位 这段期间韩国也是谁都打不赢 所以张良再一次的跟随刘邦 要去咸阳的路上遇到了摇关 摇关是个一守难攻的地方 但是刘邦只有两万人马 张良建议用金银财宝收买秦国守将 刘邦本来想通过摇关之后直取咸阳 但是张良又建议回去攻打摇关 因为秦国守将 虽然被收买 但是摇关还是有很多秦军 万一摇关的秦军叛乱那就完蛋了 所以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 把摇关的秦军全都解决掉 攻下摇关之后 刘邦顺利到达咸阳 后来项羽知道张良跟随刘邦 所以韩王登基半年后就被项羽砍了 然后项羽再立自己的人为韩王 张良恢复韩国的美梦彻底破碎 然而项羽成功的让张良回到了刘邦身边 根据当时讲好的规则 刘邦已经赢了比赛 所以刘邦开始在咸阳开启派对 但是项羽才不管你的游戏规则 项羽知道刘邦已经到达咸阳 全军就坐着高铁直奔咸阳 项羽打算在鸿门这个地方宴请刘邦 但是这时刘邦阵营跑来项羽的俗父 项伯 张良之前救过项伯 所以项伯就来还张良人情 透露项羽要在宴会上除掉刘邦 最后张良建议刘邦跟项羽示弱 你项羽才是真正的大王 我刘邦只是在旁边打杂的小弟 最后项羽还真的放了刘邦 还把刘邦封为四川的汉王 张良建议刘邦把出入四川的战道烧光 让项羽相信刘邦不会出山 张良还另外写信给项羽 跟项羽说其他的人威胁更大 帮助刘邦争取更多时间养兵修炼 后来刘邦采纳韩信的计谋 明修战道暗渡成昌 刘邦从四川出来偷袭项羽的蓬城 刘邦结盟各路不爽项羽的王 总共56万大军攻下了蓬城 此时项羽的部队震撼别人作战 项羽只领3万人就打败了刘邦联军 刘邦因此被打到怀疑人生 部分联军也投降了项羽 刘邦本来想要再恢复六国 让项羽多一些敌人 但是被张良用八个理由挡了下来 在汉朝统一之后 张良选择极流永退 刘邦给他选择任何的封地都可以 但是张良选择小小的刘帝 因为张良当年就是在刘帝遇见刘邦 后来一起建立汉朝的伙伴们 很多都被刘邦夫妇解决 张良则是少数能够安详晚年的开国工程 直到西元前186年64岁的张良过世 结束他传奇的一生 觉得我讲解不错的 可以帮我按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